真的是太難起 隨便吹個油門就罰1800 停讓行人結束台的一些東西 還有路寬徒步區域啊什麼的 跟一些路口設計的潮化台 那這邊呢就讓我們帶大家一路 從我們住的地方走到米南大教堂 我們今天呢在 火花羅這次帶我們看義大利的交通規劃 這個連日本都追不上的人本交通工程 所有義大利自駕最重要的東西 都在這一集了 真的是太難起了 看不懂 隨便吹個油門就罰1800 那我們就帶我們一路 帶著大家來看一下 我預計啦 這一集會跟大家講哪一些東西 第一個停讓行人結束台的一些東西 還有路寬徒步區域啊什麼的 跟一些路口設計的潮化台 那這邊呢就讓我們帶大家一路 從我們住的地方走到米南大教堂 看一路上會看到什麼好不好 走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 就是你看到這種老市區 90%應該都單行到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一些比較有趣的點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這邊速限30 台灣常常要搞什麼速限30 什麼學區速限30 所以問題是那邊 他們常常又坐到四線車道 然後速限30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我是覺得學校或渡載區 無可厚配啦 可是就是你道路 不可以坐那麼大 對就是你不需要坐那麼大 然後還有一個點就是說 金竹不是二春傻面嗎 對 那附近有一個就是四線車道 然後它一樣說這邊交通 你繼續速限30 很好笑 以騎坐這樣 你還不如把那邊車道鎖減 他們的車道也是 對應到30的大小 對然後再來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正牌就是停車區 他們就沒有畫格子了 比較好笑的是我們背後這個 義大利人停車的優勢有沒有 熱情奔放 在台灣這個車怎麼會搬到馬路中間呢 不要覺得好像歐美人素質都很好 並沒有 反正這邊就是他們 徒步區跟單行道 那在義大利就是騎車要非常注意 要逆向 轉進單行道 不過我覺得相對還好 因為他們的 單行道寬 所以他們的標誌都通常可以離建築有一段距離 沒錯 那有一段距離 通常不會說轉了 才發現 XX單行道 這邊我們來講 第二個比較有趣的東西 不要覺得說義大利的路面很好 各位看 石板路 超難騎 剛剛的那個柏油路就會更被迫減速 所以這邊為什麼會流行那種大腳車 大腳車可以有效的減緩這種震動 然後呢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關於行人安全的減速設計 安全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地上是這樣子突過來的 這邊就是所謂的行人優先區 在這邊車輛雖然可以通行 可是完全是行人優先 當然行人不能很故意的去阻礙車輛 這邊你只要是汽車撞到人 你一定是就是全責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 速限10公里 然後上面藍色的就是代表開放 讓孩童這邊你可以在那邊打雨球 或什麼 就在這邊到處跑 對 可是車子可以開進來 但是你就是 時速時 有一些叫做交通限制區 或有一些叫做行人優先區 那如何讓車輛是以速限時 通過這個地方呢 就是靠這個 減速排 的設計 再來呢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對面那一個 那個東西呢 是我們所稱的鋸齒線 你只要看到 代表你現在沒有優先路圈 然後最後我們再來看一個 就是這裡 這個就是停車潮化設計 道路範圍 是從這邊過去 就到這裡 可是呢 他們做了兩件事情 就是在靠近路口的地方 他們可以說是做人行道的外推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行人過馬路的時候 距離就是拉短了 你看啊 看這邊 它就只有四個斑馬線的格子而已 他們這邊的話就是幾個設計 從這個路口 其實就可以看出很多東西 而且這是我第一次在意大利看到 台灣像師大啊 或是一些那個一些徒步區 但是要開放 汽機車如果通行 要如何就是兼顧行人的權利 其實這個就 完全就看得出來 更好的案例 對啊 好 那我們繼續走 走吧 我們接下來再來講 另外一個 我們其實在意大利會這樣常見的 就是這個標誌 簡單來講 它就是一個減速球 然後它說前面30米 就是有一個減速球 但是我老實說 我不是很喜歡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你減速球 你應該是要在地面上 會畫那個粗細的那個 一個減速表現 可能是因為這裡是徒步區吧 可是我認為就是在日本啊 在美國其他的地方 這種減速球 我都覺得沒有做得很好 義大利就是做一半 那我覺得做得最好的是 德國或是英國 你看像現在就有跑車了 它要通過囉 它減速了 它慢慢的過去 跑車的確也需要慢慢過去 你如果在路上看到 黃黑那個線條 跟那個標記 然後還有就是地上 可能有粗細線的時候 自己就要注意 就要注意你這裡可能有那種 有減速球 減速球 對就不要直接衝過去 你可能會雷燦 帶大家去看一個 就是它那邊一個比較有趣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你看到 它這個一樣會做台起 從那邊過來 車速已經很慢了 可是它這邊還是會做一個減速平台 然後到這邊 到這個路口 那這個路口就是很明確的 就是標示出 你這兩邊的道路階級是不一樣的 從這邊開始就是行人優先的區域 這邊就比較不適了 我們來看這裡 我要講的重點是行穿線前面那一個 有一條橫線 它那個就是作為減速的線 那你通常看到那個 就代表前面 大部分來說就是 有行穿線 或是有減速球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目前好像沒有看到別的東西 沒有 然後這邊還可以再講一個 來 你看他們就是停車格做內縮 等於路口外推 那路口外推的功能就是 讓行人過馬路的時間變短 就不會堵車了 對 這個就是一樣的東西 其實他們這個概念 其實運用到很多地方 有沒有 這個就是它的減速的 做得很大喔 跟我們的不一樣喔 而且不是只有一個喔 沒錯 前面還有 然後突然會有兩個這樣子做 還會好好的提醒你啊 有前面有需要減速啊 這邊就是要特別講一個 這邊有兩個意思 這個是讓路線 這是讓路線 然後來看一下這邊 這個 這個很明顯 我不用抬頭看 我就知道這是什麼了 這個是讓路線 讓路標 就是這樣子 對 因為你這邊出去 就是前面的車主路權比較大嘛 對 可是呢 有一個更嚴格的是這個 這個六角形一定是STAR 這邊的用意就是 這邊到這邊的時候 你如果是騎車的話 開車的話 它的規定是什麼 一定要停 可是你前面你可以不用停 如果你可以確保沒車的話 你可以不用停 但是這邊就是一定要停的 如果你在美國 大部分他們會用STAR 可是如果是在歐洲 他們大部分是用讓路標 我們來繼續看一下其他東西好不好 很多東西要看 接下來啦 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意大利騎車 一定還得特別要知道的 兩三個東西 第一個呢就是看一下 那你看到這個黃色倒山角的時候 前面的這條路 你是沒有辦法有優先權的 那其實他們不會只有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有時候 你在騎車或什麼 你會被其他東西吸引到 你可能沒有看到 所以他們會帶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你看到那個地上的 這個倒山角的鋸齒線 你只要看到這個 通常就代表就是 你前面的 橫向道路的路權 比你還大 我們往這邊看 歐洲國家都這樣 你會發現它是貼著 道路的邊線延伸過去 可是在台灣比較不會有這樣的設計 直接把它截斷 然後你看這一條是主幹線 這條主幹線的車 它就很容易透過這個 道路邊線知道它是什麼優先車 這個時候一定是 特斯拉就要讓見車先 但是你要記得 就是你在這條看到那台特斯拉的時候 你也比較隨便剎車 那它剛剛之所以剎車主要是 太多行人 太多行人 如果你今天是在郊區的話 他們是絕對不會剎車 這個要特別注意 台灣因為沒有人行道 所以就會變成 我們的轉彎視角 其實會非常非常的差 你看因為這邊人行道寬 所以它會有比較 好的視野近空 如果沒有這個人行道 來我來試給大家看 台灣人嘛 開車到這邊嘛 沒有人行道嘛對不對 然後你到這邊之後 你看左右有什麼 你就是完全都看不到東西 沒錯 那因為你有人行道 去做視野近空 你看他們就會停在 比較靠近那邊 所以它的左右視野就怎麼樣 就比較大 就好很多 台灣這種小巷子 常常會發生車禍 就是因為就是不做 視野不佳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東西走 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義大利的停車方式 第一段我們先跟大家講 就是虎魚村 有沒有看到地上的停車格 是黃色的 這個意味著就是 當地居民才能停 對 然後呢 再給大家看一下 一些推理的 它這邊就會寫說 parking的時間 它可能就會在車窗上面 會放一些東西 然後他們停車都有分 黃色的 白色的 跟藍色的 那我們一個一個 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義大利有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 停車的規定之一 就是這一個 ZTL 這個東西意味著就是 你必須要有這個證 你才可以進入 交通限制區 譬如說它這邊可能限制 汽車不行 但是摩托車可以 對 那你如果汽車開進來 它就會有 科技直吧 那你可能會問說 那你的民宿 如果在交通限制區 可不可以開進去 很難 通常不會讓你開進去 對 像我們昨天就是 住在交通限制區 但它不讓我們開進去 接下來我們再跟大家講一下 它就是義大利的第二個停車格 就是這種白線 然後白線的話 就是可以長時間停放 但是我覺得蠻奇怪的 就是它這邊又寫進去停車 所以它到底是能不能停 白線代表就是免費停車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在這邊停 然後這邊就是 他們停機車的方式 然後他們格子就不會畫 橫的 就會畫這種直的 以這個來講 他們都還蠻爽不利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大家去看藍色的什麼品種 而且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它這邊會有兩個不一樣的 停車的收費方式 這個就是藍色的停車區 我很難看得懂全部啦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 8點到8點是要收費 我不是很清楚它是怎麼收 但是就我知道 就是你要先投 譬如說你要停一小時 你就先投一小時的錢 一小時一歐元 那還算便宜 如果你是開車自駕 這個就比較需要 如果摩托車的話 在意大利大部分 停摩托車是不太需要收費 甚至就是你隨便停都沒有關係 反正大概就是這樣 意大利的三種停車 黃色是居民 白色免費 然後藍色是收費 大家就是在意大利停車 要遵守相關的規定 不然的話就是因為有人被脫掉 或是相關的罰款 各位我們最後意大利自駕 一定要學的一個東西呢 就是圓環 我會拍一集 完全講圓環的 那今天我們這一個呢 就是先直駕 叫簡單的注意事項 意大利就是你不可能不遇到圓環 圓環大部分 我講大部分喔 不一定是全部 他們一定會就是用讓路線 讓路線跟停止線稍早已經有解釋過了 大部分的圓環 它會用潮化先把道路先這樣子分割 圓環在意大利大部分喔 進出圓環之前都會有 冷行道 所以呢你不要想說 我出圓環了就要補油門 不行 圓環的規則就簡單來跟大家講一下 最簡單最重要最重要的 你進圓環內之前 一定要讓什麼 圓環裡面的車 環內車 這台車過去了 那它就會到這邊 你看它旁邊沒有車嘛 它就會走 然後你看到這一台 有車它就會浪了 它就會讓那台白車先走 雖然我覺得那台紅車已經違規了 好那你看這一台藍車 它就會停下來 它就會停下來 外面的圓環的車 進了之後 它確定了 旁邊的車都不是要跟它有動線交織的時候 它就會進去 那方向燈怎麼打 這個有點太複雜 我等一下在排 之所以選這一個圓環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你知道說 還有腳踏車 那它就是這樣繞著過去 其實這個是台灣很值得 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台灣有些圓環摩托車要怎樣 要帶轉 義大利自駕的所有最重要的東西 都在這一集 都在這裡 都沒有用 一個就好 可以 看到 這一集 都沒有用 封印